命运摇桥古堡实践于明万历26年 主要是明代用于防御的军事堡垒 古代的城市有两个门及以上叫城 只有一个门的话叫堡 摇桥古堡是当年众多防御堡垒中的一座 主要是存粮食用的 所以以前叫摇桥古堡 到了今天成为了保存较为完整的明代军事堡垒 古堡东西长163米 南北宽135米 墙高7米 城墙顶宽4米 周围总长450米 以前四角呢 修有警戒的角楼 现在已经不在了 古堡的介绍还提到了奇迹光 为了发展旅游嘛 必须和奇迹光这样的名人扯在一起 但当时啊 奇迹光也确实是镇守寄疗长宝一线 所以呢 也有可能真的来过这里视察吧 进了古堡呢 其实没什么可看的啊 基本就是餐馆和民宿 墙上呢 有些所谓的装饰画 古堡的入口南门旁啊 还标注了一个大卡点 比如马面 军事武器 我找了一圈啊 也没看到任何的大卡点 问村民啊 老太太说我活了70岁啊 都没见过 古堡里呢 还有极少数自住的村民 非常难得啊 进了古堡 左转呢 可以上到城墙上 算是能看看风景吧 另外城墙呢 是用大量的花岗岩石头啊 修气的 不容易风化 这也是它能保留下来的原因 在城墙上呢 您可以看饮水槽啊 都是指向堡垒内的 古代城墙啊 基本都是这么设计的 主要是修在外面啊 不容易防御 可能成为敌人攀爬的支点 另外呢 古代守城的水源非常重要啊 巷内呢 也有利于收集雨水 瑶桥古堡周边的景点呢 不少 古堡对面呢 就是云秀谷景区 古堡周边呢 还有瑶桥玉水库 武陵山 武陵西风 东西仙谷景区 再往远一点呢 有古北水镇 盘龙山长城 司马台长城 到这里自驾车 很方便 直接导航即可啊 古堡门口呢 有免费的停车场 停车场上有卫生间 如果您是想来看景点的话 没必要特意来此啊 如果有住宿的需求 古堡可能算是一个特点 村边呢 还有安达木河流过 夏天呢 这里还能够玩玩水 如果您觉得我的攻略 对您有所帮助 请支持一下 看看我的橱窗 好吗